我跟他之间确实是有交易 但是炸死是他自导自演的 不是我指使的 我只是要让他离开你 多少钱 五百万 你花五百万就为了把我留在台湾 就算是你离开 躲到任何地方去 你永远还是我罗金龙的儿子 你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另外我再告诉你 我认为花了这五百万是非常值得的 就算是那个女孩开的再高的价钱 我也会同意的 到底为什么 我是你的儿子 所以我人生要给你摆布吗 我只是在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 一个正常的父亲 会让儿子误以为女儿是为了他而死 你要任凭我这些年活这么痛苦 活得像死人一样吗 如果你不能理解 那你未来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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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 谢谢你的解释 看 或者是丁晓若 还有太多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告诉你 其实我刚刚去找了文柔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也对你很抱歉 我觉得她 其实Zoe 应该叫她文柔 她并没有失忆 我父亲用了五百万 当Zoe来演这场戏 目的就是要我留在台湾 但是这个部分 我还没有办法证实 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当时我在美国念书 我看不惯我父亲 用黑帮的方式在经营罗事 所以我们两个很多的争执 我们甚至尝到一年没有联络 之后我大学毕业 所以我短暂地回来台湾 我也很明确地跟她说 我不会接班 而且我只会回美国继续念书 然后就发生Zoe的事了 对 就是因为Zoe的事我才留下来 我就是要找到谁是凶手 那在这个时候 我父亲答应我 让我用我的方式来转型罗事 并且让我接手 直到现在 他都在用他的计划控救我的人生 让我在过这种痛苦的生活 因为他只说一句 他只是在做一个 父亲该做的事情 但也因为你留下 我才能遇见你 真的还好有你 不然我不知道我 拜托你跟我说说话 说什么都好 很抱歉 我最近可能很常会这样子 因为我真的有太多事情 要去厘清 没关系啊 那天我去见温柔的时候 他说等巡演结束 就会离开台北了 你要不要再去见一下他 再说吧 所以你觉得 问题并不在温柔身上 那就是你跟罗爸爸之间了 要直接打电话给罗爸爸吗 打电话给罗爸爸 我自己在罗爸爸之间 打电话给罗爸爸之间 Conduct 你 我 我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